Hello, 大家好, 阿旺, 提那個集王, 很久不見了 今天呢,阿旺現在就去拿一個叫做抗疫包, 在抗疫包之前先說一些話 那阿旺呢, 昨天驗核酸呢, 不幸呢, 就混羊哦 嘩, 出了混羊之後, 非常之害怕, 究竟怎樣做呢 首先, 就要去做一個快測 快測出來之後呢, 是一條線的 咦, 不放心, 再做一次, 都是一條線 就走過去, 二龍頭那裡登記, 做一個叫做單管測試 做完單管測試之後呢, 就等結果 你混羊的話呢, 單管測試呢, 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要付錢, 但是, 我問他了 喂, 小姐姐, 我做核酸, 上出大陸哦 那如果我驗了沒事, 我再做, 又混羊的話, 怎麼辦呢 再驗多一次, 再單管 喂, 驗一次, 已經要45元了 那我驗第二次, 如果我又混羊的, 總共沒了90元 然後小姐姐說, 不如你做單管吧 單管多少錢啊, 150元 我聽了之後非常惡言 單管要150元 聽說, 遲些還會加價, 現在不是共存嗎 其實大家都不看了, 為什麼什麼都要核酸呢 澳門的經濟已經不斷在下降著 那現在還要這些多餘錢呢 對我們小市民的河包, 是不是非常辛苦呢 那其實有沒有想著學習一下大陸政府 將核酸的價錢降低呢 大陸現在做單管, 只需要13元 是13元啊 我們要150元 聽說, 遲些還可能要加價 如果真的加價 哇, 我跟你說 現在這樣開放法, 賺錢的, 都是核酸站 那永遠都是核酸站 現在天寒地凍下雨, 你的藍王都穿得 包得密密實實 哥哥在這裡排隊做核酸 多辛苦啊 喂, 還沒有時間回家照顧小孩 今時今日 叫你去排隊, 你能不能頂信啊 有時候 都要去了解兩屆澳門市民的 還有我們的浦白 真的很貧童 希望真的有人可以關注我們的小市民 今天黃視頻到這裡 各位 還有一件事還沒說 最近阿旺發現很多內地遊客 搶澳門的藥啊 口罩啊 被他們搶光 政府竟然沒有出手去管理 沒有出手去制止他們 不斷被他們搶 那到時候我們出要約的時候呢 怎麼辦啊 到時候真是麻煩啊 到時候升到天價這樣 政府再來 人們沒有藥吃再來 沒有可能的嘛 希望相關當局真的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今天市民到這裡 各位 拜拜 拜拜